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股市長 聖良 在今天王良會員手上有一檔股票 成為全市場的萬能米 這檔股票在前天王良帶會員買完之後 昨天拉到漲停板 而且在今天我要告訴各位 它繼續的往上拉 而且繼續漲停板 讓所有跟我買進的人全部都賺錢 這檔股票叫做音業達 其實王良在上個禮拜之前就告訴過各位 接下來我們所要進入的是一個海量資訊的時代 海量資訊的來臨 其實對於伺服器的需求量就會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這也會是明年音業達 它整個營運的一個重心 所以這一波在股票拉回之後 王良在11月26號通知會員在開盤以後呢 21.6下去買 當天的音業達尾盤就拉上去 而且在昨天我告訴各位 昨天的音業達來到了漲停板之後 今天呢繼續來到漲停板 而起來鎖起來 就在上個禮拜 就在這一個盤拉回 音業達股價也拉回之後 王良告訴過各位 當你看到股票拉回 你們要記得 它長期的趨勢是向上的對不對 所以你要掌握的是什麼 是它拉回之後的買點 你錯過了之前不要緊 因為未來的波段還很長 王良在11月22號告訴過各位 我用30週移動平均線 抓出來這個音業達的買點 所以呢 所以告訴大家 接下來股票會漲 告訴大家接下來呢 王良會帶會員下去買 這個是在11月22號 而再來呢 你們所看到的是什麼 是11月26號 王良帶會員買完了之後 你看到這一條是多空線 對不對 如果它在昨天突破了多空線 那今天會不會繼續漲停板 昨天的音業達呢 來到了23.35 果然一舉突破 王良所畫出來的多空線 而且在今天呢 繼續漲到24.55 漲停板鎖起來 這才叫做股票 當大家看到音業達漲上來之後 我要告訴各位 如果你們這一波 天王良帶會員 買進了音業達賺錢 新巨科賺錢 今天也漲停喔 建設賺錢 包括宏達電呢 也還在賺錢的話 我跟大家講 你想要賺錢 你必須最基本的 你要能夠進場 你要敢買股票 可是我知道很多人 現在不敢進場 現在不敢買股票 為什麼 不是你沒有資金 不是你不想賺錢 而是呢 太多太多的人都沒有夢想 都失去了夢想 因為在過去的5年 這個盤就在8000點上上下下 起起伏伏對不對 可是我告訴各位 大盤已經壓縮整理5年喔 現在我呢就告訴你們 接下來的一個新的夢想 接下來的一個目標 王亮今天呢 要告訴大家我的萬點宣言 請大家看下去 這一波13年首見 納斯達克指數一度衝破了4000點 納斯達克指數衝破4000點表示什麼 表示呢 他們的一個趨勢是在向上的對不對 所以衝破了4000再來呢 就要看5000喔 如果納斯達克指數朝5000點前進的話 我告訴各位 大盤呢就能夠漲到1萬點 如果你不相信 我證明給你看 請大家看下去 這個位置 我們先放大一點 這個是在2000年的3月10號 納斯達克指數呢 衝破了4000點之後 一路漲到了5048點 那麼當它漲到5000點的時候 各位知不知道 當時的大盤來到多少 當時的大盤 民國89年來到10393點 也就是10393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台股跟納斯達克的連動性呢 是比較高的喔 也許很多人在看稻窮 對不對 我告訴各位 昨天稻窮漲20點 納斯達克也漲20點 那麼是誰的漲幅比較大 是誰漲比較多呢 而你們再想一想 跟台灣真正連動性高的 是不是納斯達克股票市場 稻窮工業指數裡面的成分股 只有30檔 裡面有什麼 有可口可樂 有波音747航空公司 對不對 有什麼 有麥當勞 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有的沒的 我問大家 這些跟台灣的股票 有什麼關係 可是呢 納斯達克它裡面的股票 比較多元 跟台股的結構比較相似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呢 如果納斯達克指數 衝破了4000點 來到5000點的話 我告訴各位 這一波 萬點的行情就值得期待 如果萬點的行情值得期待 現在就值得我們共同來努力 你們所看到的 音樂達連續兩天的漲停板 只不過是萬人努力的過程當中呢 一個小小的 一點點小小的成就而已 你們再看下去 現在呢 告訴各位 萬人的萬點宣言 道瓊 他已經突破了16000點 創下歷史新高 創新高就是多頭 對不對 而最重要的是呢 13年以來 納斯達克指數 他首度衝破4000點 下一個目標就是5000點 台股跟納斯達克指數 連動性是比較高的喔 當時納斯達克指數來到5000點 台股來到1萬點 現在納斯達克指數在4000點 台股在8000點 我請問各位 位置是不是差不多 如果納斯達克指數的目標是5000點 那我問各位 台股會不會上萬點 我很有可能 是現在的股票市場裡面 唯一一個 來告訴你們 這個盤能夠漲到1萬點的人 我告訴各位 因為我常常呢 都是市場的開路先鋒 我常常呢 都走在市場的最前面 我常常呢 去開發出最新的 最會漲的一個題材 你們再看下去 接著 台股的價樣壓縮呢 已經呢 長達了5年了 這個壓縮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要醞釀 將來呢 萬點的噴出行情 現在大部分的 散物投資朋友 還不敢用融資買 對不對 大家都不敢用融資 買的股票 而且大盤的成交量還不大 所以呢 籌碼面它是史無前例的安定 如果籌碼面是史無前例的安定 如果呢 台股價量壓縮了5年 我問各位 再來的行情 有沒有可能漲到1萬點以上 所以隨時隨地持股時程 找到標股 立刻換股 把握萬點的行情 一次來奪取倍數的利潤 在這個地方 我知道很多人 看到這個盤 一天一天的漲上去 看到王良新巨科 開盤沒多久 鎖起來了 建設 創新高了 營業打 漲停滿了 我知道很多人也會急 很多人也想賺錢 對不對 我跟各位說 只要你能夠認同我 只要你能夠相信我 王良會很努力的 想盡一切的辦法 來協助大家 來幫大家賺錢 我跟你說 也許你們都覺得 這個盤很難做 我告訴各位 只要你有企圖 你就會找出辦法 只要你找出辦法 你就能夠選到 會漲的股票 所以如果你希望 王良來幫你們的話 我在這個地方 也特別推出了 跨年的操作計畫 拍年當 我們就要自己贏 所以王良全力推動 跨年的操作計畫 因為每年的12月 到每年1月 其實是股票市場 最會漲 也漲最多 也漲得最快的季節 從現在起 一直到明年第一季結束為止 我們呢 波段以三檔核心持股 短線以兩檔股票呢 靈活操作 但現在大家還不敢買 我跟你說 你來帳王良做 你來帳王良賺 你來帳王良拼 我跟你說 在這個地方 其實真的 還有很多的機會 如果你們不相信 我一一的證明給你看 今天 王良的建設漲到多少 漲到66塊錢 創新高 外塞工 我讓所有 跟我買建設的會員 全部都賺錢 建設漲到多少 漲到66塊 然後呢 新巨科 漲停板 66塊3 58塊跌停板的時候 你絕對 聽王良在節目中 為大家分析 為大家介紹 對不對 再來 音樂達呢 連續兩天漲停板 這一波股票漲上來之前 現在坐在電視機前面的投資朋友 你們絕對有機會 在底部跟著王良買 在底部跟著王良做 在轉折點去做切入 因為我全部都是事先來做預告 事先來告訴各位 我要買什麼 為什麼 王良 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 我跟你說 因為我是看準了結果 才帶會員出手 所以呢 我對接下來 股票的發展 我對接下來呢 獲利的可能性 相當有把握 就好像 針對建設 針對新巨科 我也跟大家說過 XBOX ONE 跟PS4 歐美地區 雙雙告捷 不但賣得好 還是賣到破紀錄的好 如果是賣到破紀錄的好 那我問你們喔 那 提供給XBOX ONE 跟PS4 兩間公司通吃的 兩間公司訂單 都拿到的 這一個 散熱軍片的一個 建設 我問各位 股票該不該漲 就在不久前 我來提醒你們喔 從長線的架構 我發現 建設會大漲 這是他的週K線 在11月15號 我跟你們說 我說喔 建設呢 第一季賺0.03 第二季賺0.28 第三季賺1.43元 成長了五倍啊 所以今天 你看到建設 漲上來 漲到595 漲到604 漲到608 漲到617 漲到64.8 到今天漲到66塊錢 創新高 我問各位 這一切 是不是可以預期的 這是不是 你應該要去賺的 再來呢 包括像新巨科 新巨科今天漲停滿 可是我相信 你們對他印象比較深刻的 是在股票跌到58塊錢的時候 是在股票呢 他曾經跌停滿的時候 可是就算他曾經跌停滿 王良當時帶會員下去買 王良告訴你們什麼 雖然他當時在跌 我告訴各位 一個真正有功利的股票老師 是要能夠看出 現在即使大跌 現在即使跌停滿的股票呢 接下來會大漲 王良就是這種股票老師 當時的新巨科 就算跌到58塊 我坐在這裡告訴各位 我認為 他是今年第四季 最有爆發力的股票 王良告訴你們理由 我們先放大一點 10月的營收6.6億 成長了513% 創下歷史新高 王良告訴你們 今年10月單月EPS 0.75 超越前三季獲利 王良告訴你們 接下來要進入什麼 進入Connect One的 鏡頭的出貨忘記 而且喔 Xbox One是強制搭配 新巨科的鏡頭來出貨 而且中國解除 長達13年的遊樂器銷售禁令 整體遊戲西市場 瞬間變大 因此呢 產業值的高度期待 我問各位 王良看準了結果沒有 你們在節目當中 聽我一條一條的為大家分析 而接下來呢 接下來 股票從58塊再來呢 漲到63塊半 再來呢 今天漲到66塊3 王良帶全部的會員都下去買 而且還讓所有 買新巨科的人都賺錢 而除了建設 除了新巨科 今天讓大家印象很深的 包括像音樂達 昨天漲停滿 今天呢 繼續漲停滿 我請問各位 如果這不是多頭 怎麼可能 王良做這些股票 都能夠賺到錢 下一個階段回來 針對其他 王良所看好的個股 針對呢 這一個盤 接下來的發展 針對到底呢 這個多頭行情的條件 它成立了沒有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請你鎖定我的節目 在廣告過後 我還有更精彩的內容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 好 出來了 好 出來了 既成車 只要喝酒 就不開車 交通部關心您 城東總顧 王老師 這創股票分析系統 今年72種技術分析指標 帶您台中即時選股 做多做空 短線交易 靈活進出 無往無利 如果專線 名額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股市投資 誰可以讓您 利空平船時 總是動足極先 利多出現時 總是勾搭獲利 城東投庫 誰家具有證券及期貨 雙正照的投庫公司 擁有最專業的分析師群 最資深的研究團隊 無論您是想要 投資股票或期貨 將不用在股市中 噴打獨鬥 城東投庫 帶領您比別人 早一步換向財富人生 城東投庫 值得突付 0227525868 城東投庫 王老師 智創股票分析系統 今年72種技術分析指標 帶您台中即時選股 做多做空 短線交易 靈活進出 無往無利 入口專線 0227525868 27525868 頭痛 請用 五分析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析 五分析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是島塊 學密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如果這個盤只能夠漲到8400點的話 我告訴各位 那大家不用做了 對不對 東西收一收可以回家了 如果這個盤只能夠來到8500點的話 我告訴你剩下的空間也不大 可是王良卻發現喔 這個盤在接下來呢 它肯定會大漲 也許中間會有一些震盪 也許中間會有一些拉回 但是你們不用怕 你們哪一次看到 王良的股票震盪 王良的股票拉回 王良有閃的 我連閃都沒有閃 我告訴你 看好就是看好 沒有賣就是沒有賣 還會漲就是還會漲 對不對 而在這個地方我要告訴各位 我要在全市場告訴大家 王良的萬點宣言 我相信沒有一個人 已經看出來這個盤 能夠漲到1萬點了 全市場只有王良告訴你們 這個盤接下來 絕對會漲到1萬點以上 在這個地方 道琼已經突破了1萬6000點 那就是多頭 而且13年以來呢 納薩克指數它第一次衝破4000點 下一個目標呢就是5000點 台股將要上萬點 因為台股跟納薩克的連動性 是比較高的喔 除破了4000點目標就是5000 而且呢 現在台股價量壓縮了5年 大家都不敢做 是不是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這個盤它在醞釀 它在壓縮 未來呢萬點噴出了行情 而且呢 現在大部分的散戶還不敢大量使用融資 成交量又不大 籌碼面 我告訴各位 真的是史無前例的安定 這個盤呢 因為史無前例安定的籌碼面 我跟大家講 它一定能夠漲到1萬點以上 如果這個盤能夠漲到1萬點以上 我們現在去努力 我們現在進場 我們現在研究 我們現在選股票 才有意義才有價值 對不對 而這個前提已經確立了 接下來呢 接下來 隨時隨地持股時程 找到標股 立刻換股 把握萬點行情 一次來奪取倍數利潤 但是光是王娘告訴你們 萬點宣言 光是王娘今天坐在這裡告訴你說 我接下來的操作目標是1萬點 坦白講 對很多人來說 還是沒有說服力 畢竟呢 真的要漲上去 除了要籌碼安定 除了產業趨勢向上 還包括什麼 景氣要復甦 還包括要有資金去推升 對不對 而我跟各位說 全世界的政府 現在都在比賽 比賽誰的貨幣政策 比較寬鬆 各位知道嗎 你們再看下去 今年10月 商業景氣超旺 而且呢 有四項喔 商業的營業額創下了新高 那我問你景氣有沒有在復甦 接下來喔 我們來看這邊 台灣的本身喔 資金浮爛 M2年增率創下26個月的新高 來我們看這位置 外資滾滾滾賄賂 推高10月的M2年增率 沖上了5.99% 創下26個月的新高 那麼 央行昨天也公布 10月的金融情況 因為外資10月淨賄賂 31.64億美元 推高了M1B 還有M2的年增率呢 M1B來到8.58 M2來到5.99 M1B8.58耶 我問各位有沒有資金 如果有景氣有資金 籌碼又安定 我問你這個盤 是怎麼賣掉是不是 所以大盤沈金喔 在這個11月20要跌掉的105點 大家走得走 我記得我那天跟大家說 是跌105點 又不是跌501點 根本就沒什麼好怕 做股票 我希望你們格局要大一點 出手要豪邁一點 這是一個多頭行情 越早看出來的人 越有可能在市場裡面賺到大錢 當時大盤就算跌下來 我來告訴你們什麼 我用長線的角度 拓寬了超盤的視野 告訴你們這個盤 它是前所未見 你沒有看過 它的多頭走得這麼緩慢 這代表什麼 它真的提供給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機會 你白白的放掉了 現在更不要沾錢顧厚 更不要患得患失 這個盤就是來讓你們賺錢的 大盤的低點不賺在墊高 對不對 而再來我們看到什麼 看到大盤 11月25日漲了70點 然後呢 漲了60點 然後呢 漲了47點 然後呢 今天又漲了66點 你說這個盤 王良看對了沒有 一旦突破多空線 接著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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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天的漲上去 今天光是看到盤漲上去 當一個拉拉隊 我告訴各位 錢也不會增加 你真的想要賺錢 就要把握住當下 因此王良特別 為大家準備了一個操作計畫 王良特別推動一個跨年的操作計畫 拍年當 我們就要自己贏 從現在開始 一直到明年第一季結束為止 波段三檔核心持股 短線兩檔靈活操作 這一波王良的操作 我跟各位說 不管股票是漲還是跌 對我來說呢 只要能夠讓會員賺錢 我跟你說 就算有震盪 我依然呢 穩如泰山 很多散戶就是不夠穩重 所以呢 換得換失 所以呢 追高殺低 今天 王良有兩檔股票出現拉回 一檔叫做TPK 還有一檔叫做宏達電 這兩檔股票 即使今天拉回 我可以告訴各位喔 王良的TPK 現在還是賺錢 因為 我是在這一波的低檔 打底完成之後 突破多空線 才帶會員下去買的 而且呢 還漲到了174.5 就算他現在做拉回 整體的趨勢已經向上 包括像這一個宏達電 宏達電呢 即使今天做拉回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王良是在什麼時候 開始帶會員下去買 是股票真正落底 10月16號 告訴各位 接著呢 我在10月17日要下去買股票 股票一口氣 漲了這麼大一段 漲了這麼大一段之後 我跟各位說 即使他今天出現拉回 稍微震盪震盪之後呢 王良相信洪達電 還會再創新高 那麼除了洪達電 包括像建設 包括像新巨科 包括你們現在所看到的音樂拿 我請問各位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當你一開始進場就賺錢 接下來呢 我認為一定會非常非常的順利 因為呢 你的心情會相當篤定 當你賺到了錢 那就證明了 這是一個多頭 因此王良用建設 在底部帶會員進場 證明什麼 證明這是一個多頭 因此呢 就算呢 新巨科 被打到多少 打到58塊 王良一樣告訴各位 這支股票 我看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接下來呢 有沒有 照王良所說的 展開它的爆發力 有沒有在今天呢 已經從58塊2 拉到66塊3 漲停板鎖起來 七十八十的鎖起來 你前面沒有佈局 今天不可能會賺到錢 接下來呢 我告訴各位 轟動全市場的 叫做音樂達 王良的音樂達 是在什麼時候下去買 是在11月26號 這一波拉回之後 整理完了 時機成熟了 看準了結果 帶會員進場 買完之後 拉出了一支 拉出了兩支漲停板 這名叫做股票 王良是提早做好準備 提早做好準備 看準了之後呢 接下來 告訴大家 拉回的買點已經到了 就在上個禮拜 就在這個禮拜 帶會員下去買 就在昨天 音樂達呢 漲停板 就在今天呢 音樂達 繼續漲停板 有那個名字 還是沒有那個名字 你自己想看看 我相信 其實我是全市場 最會帶會員 做股票的股票老師 我相信 王良是真真實實 插回完 你在黑幅上面呢 我相信這個盤呢 將來可以漲到1萬點 如果你真的想拚 我告訴各位 王良特別推出了 跨年的操作計畫 拍年當 我們就要自己拚 王良插你拚 如果你真的想做 在今天節目結束之後 5分鐘之內 只要你能夠把電話撥通 我會給大家 一個最大最大的優惠 最後祝各位 未來做股票 都能夠大賺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 投資風險 預防狂犬病 請不要接觸 獵捕或飼養野生動物 如果被動物咬傷或抓傷 請務必記住動物的特徵 並立刻用清水沖洗 消毒傷口 趕快就醫 愛他就要帶他去打疫苗 更不要拋棄他喔 預防狂犬病 多點警覺 多點安心 相關疑問請播 1922防疫專線 陳通投庫 王老師 智創股票分析系統 今年72種技術分析指標 帶您台中即時選股 做多做空 短線交易 靈活進出 無往不利 入口專線 您的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總是動足極鮮 更多出現實 總是科歐島獲利 陳通投庫 誰家具有證券及期貨 雙證照的投庫公司 擁有最專業的分析師群 最資深的研究團隊 無論您是想要投資股票或期貨 將不用在股市中 單打獨鬥 陳通投庫 帶領您比別人早一步 換向財富人生 陳通投庫 值得突付 02-2752-5868